用刀子刮取加熱後融化的 哈格雷特起司 邁向跟口感變得濃稠綿密 讓評審們嘗嘗第一屆 瑞士哈格雷特起司大賽 在阿爾卑斯山上的小村莊 莫爾蘭舉行 參賽者來自各國 要爭取世界第一的美名 哈格雷特是一種半固態牛奶起司 易於融化 通常被塑成六公斤的車輪造型 評審的評分標準包括外觀 質地 味道 香氣 以及對整體的印象 他們一次最多可以品嘗 數個不同參賽者的起司 這場比賽分成三組 由瑞士的瓦萊州贏得兩項比賽 包括僅用六月十五號到七月十五號 阿爾卑斯山生乳所製造的哈格雷特起司 以及由其他生乳所做成的哈格雷特起司 第三組其他配方的哈格雷特起司 則由瑞士中部的尚瓦爾登州奪得 而這場比賽接受評審的評鑑之外 也吸引了一萬名韜客前來品嘗 其中一個攤位 午餐時間都還沒有結束 就分享了六十公斤的哈格雷特起司 給慕名而來的韜客 公視新聞 沈盧沛編譯